最後一套我講一下 人魚又上歐 這個叫做短篇的十幾分鐘 近期我開頭有講過 每日新聞就剛剛出了一個 日本每日新聞就有賣過 為何五分鐘和十分鐘這些Anime 是越賣越多 原來呢,06年開始有這個潮流 起初只有一套 現在呢,一年就十一 十二套 原來就說 原來做一套二十幾分鐘的動畫 平均一季十三集是要花兩億至三億日圓 所以如果你那些什麼figure 什麼鬼賣不到 Blu-ray賣不出來 那就大劇 一個月一季就浪費你二三千萬 都不知道在哪裏試得起 但是做這五分鐘就很便宜 因為做這五分鐘可能只有一二千萬日圓 還有可能買這些東西很快就回本 如果突然被你爆了一套 那你就真的發達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種情況 而且現在人們看電視看得少 就變成上網上得多 這五分鐘至十分鐘的短片 是賣得到錢的 在這個網上 原來市場是大到貨 基本上就是成本的考慮 對,就是所謂的 我們叫做杯麵番 其實上季都已經有很多 最出色的其中一套 其實最近都有 最出色的其中一套 上季就是戰勇 今季就有這套人魚 這套人魚 現在漫畫應該都出了七本 其實就是講一套人魚 綠色頭髮的失見 他被男主角掉了 他就說是日常番 其實日常番是小品 小品通常想想 都是無無聊的 如果大家有看今季的遊遊說 就知道什麼叫無聊的日常番 是一套很惡心的日常番 那套就不想說了 看完都不會笑 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知道 我想笑 自己拉著你 兩個臉都在笑 真的 其實他除了想說一些 他以人魚的角度 是說一些歷史 環保 以及氣候溫暖化 講起來 不失禮 而且他用另一個角度 是完全不是用人的角度來想 即是基本上重新包裝過 環境的問題 即是說我們人類觀點 即是他用一個比較雲觀的觀點 即是用一個生物的觀點去看這件事 還有他還玩很多神話 玩很多東西 以前是元朝 帶兵打日本 因為突然海浪 所以衝走了元朝的軍隊 這件事他有說過 就是因為他唱歌 所以搞到 即是他加入了一些人魚 自己特有的元素 去表演這個故事 還有裡面不止是他一條人魚 有五六條 還有他有玩其他的海膽 海星 即是好像 烏薩良 烏薩良 烏薩良是比他差很多 因為烏薩良不夠港庫 他是深入了很多日本的歷史相對的東西 是在裡面 所以不要以為這個十分鐘的翻 這個十分鐘的翻 可能隨時真的爆出來 但我覺得是很視乎觀眾 會不會對這些有興趣 譬如說我完全是漠視的 完全是漠視環保的 可能不會有興趣 對口味 所謂的杯麵都有海鮮味 還有咖哩味 看看是否適合你口味 所以這套我會較為推薦大家看 十分鐘不會浪費 是有很多時間的 對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